别让心中的光变得暗淡 飞过五颗鱼高山 那些正炙热的人啊 就肆意的追逐吧 用笛不送就不算落单 感受小小的梦 不怕只交去疯 就在勇敢过后 会将我的晴空 因为你背后太阳已开始喧烂 谢谢你与我做伴 2021年周深非常忙 这是大家的直接感受 无论是发布新歌 还是参加晚会综艺 数量都很惊人 这种工作量让人一度惊诧 称之为时间管理大师 然而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位歌手界劳模 这部2022年才到3月 我们发现他的新歌竟上线了11首 而近期呢又加盟了三部重量级综艺节目 更难得的是周深不愧为天类歌手 实力唱将 2022年所发布的新歌 无论在腾讯有你音乐榜 还是网易云音乐 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甚至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第八期独霸前三甲排名 1.周深歌曲包揽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第八期前三名 周深新歌光字片 在意 可梦 分别夺得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排行榜 冠亚季军 同一歌手的歌曲包揽 Top3的现象 也算是该榜第一次 可见周深的歌曲听众之多 歌曲质量之好 2.2022年以来 周深已发布11首新歌 进入2022年以来 才两个多月 周深的新歌已经连续上线11首 你是我的城 My only 念归去 回到你身边 出场 这些歌曲几乎每一首都有很大热度 也都非常好听 3.周深已加盟三档综艺节目 2022年更多期待 自2021年周深常驻腾讯综艺 创造营2021和令人心动的 Over 3后 估计很多人都没想到 周深在2022年上半年就有了三档综艺 都是常驻 而且都是重量级综艺 这三部综艺分别是浙江卫视音乐励志节目 天字的声音第三季 浙江卫视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 奔跑吧第十季和腾讯视频角色扮演类 第三档就是网综节目 开始推理吧 节目已经于昨天开始录制 作为曾经打造明星大侦探和密室大逃脱的幕后团队 也让这档全新节目有很高的关注度 毕竟对于烧脑题材的节目也有一定的观众群体 所以周深将音乐 户外竞技 推理烧脑三种类型的节目一网打尽 绝对堪称现在综艺市场的大满贯了 但由于录制地点都不一样 简直堪称空中飞人 也能看出来投资方对周深的青睐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也是少数能弯得开的歌手 还有一定的综艺感 反应速度也快 之前周深在其他综艺上的表现都可以看到 更是诞生了不少的名场面 而且这都还不算 他后续将会以飞行嘉宾参与录制的节目 因此如今的周深绝对是综艺市场的全新宠儿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你最期待他哪一档综艺 所有自己身上一发的痛 在无动宇宙 从背后抱你的身后 记得的却是他的命中 说了实在嘲讽 我不太懂片刻 你最期待他哪一档综艺